所謂的換魚到現在還在吵 這讓我們覺得有點匪夷所思 那今天中午韓國瑜也特別開了直播 對這件事情做了回應 我們國民黨中央黨部 那他的腦袋進水了 我們國民黨中央黨部 大概 腦袋已經壞掉了 國民黨沒有投票權 國民黨怎麼可能派人去溝通呢 2020年總統大選 台灣2300人 你要決定台灣的未來 我的立場非常清楚保護中華民國 愛惜台灣人 支持台獨要消滅中華民國 請你投蔡英文 我不要你的選票 如果你要保護中華民國 保護我們生活方式 不要香港澳門一國兩制 然後繼續支持我們的民主跟自由 反對台獨 請你給韓國瑜一個機會 所以我對國民黨 派人到國台辦去溝通 這個事情我是不相信 我跟你講不只韓國瑜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誰都知道國台辦 對台灣的大選叫什麼 叫票房毒藥 誰跟他有聯繫誰倒楣 對 沒錯 哪個傻瓜沒事這種事情好不好 就問國台辦 你去找死嗎 所以他說 如果中央黨不真的這樣幹 除非腦袋進水了才會這樣幹 但是問題來 問題真的有沒有 換雨的風聲出現 其實是有 你看這是蘋果做的民調 他說國民黨該不該換雨 不考慮政黨傾向為前提的話 41.4%的人說要換 說不換只有38.2% 你看好多人說要換雨 還有這樣的民調出來 是 問題是如果以政黨傾向來看 泛蘭的選民65.5%說不要換 要換的時候26.7%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綠營的人說要換 代表都是綠的說要換韓國瑜 不是就是很明顯的一個數據 為什麼要換掉他 因為他覺得他搶他打不贏 他才要換 當然因為換完之後綠營 才能絕對的勝選 如果韓國瑜像最近這一些 奇奇怪怪的民調所顯示 韓國瑜都是最後一名 比如說蘋果自己做的民調 你看他對蔡英文是慘敗 輸了12%多 如果是這樣的話 民進黨的支持者一定說 千萬不要換掉他 就他來就好 換的話蔡英文可能還上不了 你看他這樣子 一對一的時候是這樣的 結果撒卡都的時候 郭董一下壓過韓國瑜就算 然後蔡英文狂降 所以這個會讓我們覺得 這個民調會不會看起來怪怪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邏輯上通通通 然後他到底顯示了什麼 我相信大家都有眼睛 自己看就知道他到底怎麼回事了 但是問題來了 現在國民黨真的是被 郭台銘弄得真的是一團混亂 你看從4月17號 吳敦毅親自頒發榮譽狀 給郭董之後 這個郭董之亂就開始了 一直到初選完了還沒結束 一直不斷的在臨辭國民黨 現在還傳出什麼 郭台銘參選還有三個劇本 連他的表姐張淑芬也擋不住 他的三個劇本是什麼 第一個獨立參選 就是我也不參加任何黨 我自己跳出來選 第二個就是換雨或操作棄堡 這就是永齡基金會 郭敬儀講的 他說我們也許會變成穿雲件 也許我們能夠合作 真的是穿雲件 然後敗選後職工黨魁 我真的覺得這是超級匪夷所思 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國民黨敗選了 吳敦毅就完了 要辭職負責對不對 辭職負責下來之後 郭台銘就回來選黨魁 問題是 他如果直接出來選的話 那不是直接就被開除黨籍了嗎 請問一下他要怎麼選黨魁 對 他跳出來就沒機會 所以我也覺得很奇怪 這到底在講什麼 但是國民黨現在態度 真的非常非常的曖昧 第一個到現在 沒有對郭台銘 沒有對王津平 採取任何舉動 第二個 郭台銘今天還跑去 你知道清晰菁英教育研究院演講 這是國民黨的 一個重要的一個組織 結果他進去裡頭演講 但你國民黨到底對他是怎樣 他直接到你們 清門塔屋去拔中 結果 他現在還是黨員 是 四黨員沒有錯 可是你不覺得很怪嗎 有點怪 你去那邊讓一個 要跟你自己黨推出來參選的人 你就要來宣揚他自己的理念 不是超奇怪 我覺得這個黨真的是 非常的非常的特別 問題來了 現在媒體傳出來說 說什麼 吳敦義派的張賢耀 跑去跟國台辦講說 我們可能要換魚了 甚至還又派張賢耀 去跟郭台銘碰面 跟他講說我們可能換魚 你可能是要準備好了 我們要把它換掉 你不覺得這是一個 很瞎的一個備胎計畫嗎 張賢要出來否認 可是我們的吳敦義主席 吳敦義主席 你不用出來講講話嗎 你是不是要證明 你自己的清白 他早驚跳好像都沒有動作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一個指控 對 表示你背著所有的黨員 你自己在暗中 在操作這些事情 假設這個行為認真的話 但如果是假的 你是不是要立刻出來 證明自己的清白要提告 對 是不是 你不這樣的話 你怎麼證明自己的清白 我真的想不通 因為你這樣子一個曖昧不明的 這樣一個狀況 你看我們的王敬平院長 馬上來了 他說吳敦義要換魚嗎 王敬平說有聽說 有聽說 這個時候王敬平就說有聽說 聽說到底是真的假的 到底是怎樣 聽說可真可假 是吳敦義主席 你跟王敬平院長 私下要什麼案盤 是你告訴他的嗎 不然他怎麼聽說來的 我也覺得很奇怪 甚至我們的王敬平院長 到現在還在幹嘛 他說我現在總統大選年數書 已經達到28萬份 他還在連數 而且他說這不是我連數了 這是人家主動來連數 又不是我去發動 我發動的話 哪指這些票數 所以這到底是怎樣 這什麼意思 就第一個你很強就對了 他意思說發動他這個票數更多了 是 那如果你沒有要選的話 你就告訴人家不要連數 你要選就出來連數就好了 那你現在到底是要幹什麼 還在搞曖昧 所以你看所有 包括郭台銘 王敬平 就吃國民黨的豆腐 吃得高興得很 然後你們就只有任人家宰割 我覺得國民黨也是真的是一個 非常奇特的一個黨 說到藍瑜為了勸推那郭台銘 找了誰 找了這個郭台銘的表姐 找了台積電張周謀的妻子 張淑芬來勸推郭台銘 甚至連吳敦義都透過有人來聯繫 郭隆斌也居間來溝通 但是勸都推不退 郭台銘就擺明 我就是選定了 可是現在就要讓他選 他想選就讓他選 但吳主席現在這個時候是不敢 還是不想來砸郭董 從目前局勢看是不能說不敢 是不想 為什麼不想 為什麼 因為就我所知 其實連王院長就是王金平 王院長也是郭董的態度而定行止 為什麼 只要郭董宣布以後 王金平必然會有所動作 那這兩個一旦出走的話 對國民黨來講的話 你尤其地方派系 或者是國民黨的本土藍 會有一點影響 您說國民黨會內傷 對 國民黨絕對內傷 因為如果只是王院長一個人走 大概國民黨不會留 因為他的民調就已經放在那個地方 如果是郭台銘 好 現在我們講到郭台銘 國民黨叫所託非人 你找幾個輩分那麼低的 去Check郭台銘 除了張淑芬小姐以外 你找其他至少四條線路的都備份 插郭台銘插了一大截 請問怎麼溝通 你溝通難不成直接了當告訴郭台銘 你給我退選 你不准脫黨 你要談這些事嗎 絕對不是 好 吳主席請你想想看 當年南部一屆大樓 還有當年馬政府時代的政務官 幾個鼓吹讓郭台銘出來的 請問他們今天要不要出來 我這邊我舉一個例 某位媒體是我的朋友 可以直接跟郭台銘什麼通話 然後問郭台銘很多事 媒體的 關係好的很 郭台銘一定接 第一個 記者連郭台銘都會接的 那你身為黨主席或者過去總統的 郭台銘會不接嗎 你用腦袋想想看 好 這是第一個所託非人 第二個 談的事情不對 今天那你談不是去勸退郭台銘 你應該是跟郭台銘好好坐下來談 我國民黨有什麼地方做的 稍微怠慢了一點 或者你的政見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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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就該談了 對不起 7月27號到了今天 請問一個多月過去了 那你國民黨聯絡什麼 比一個記者都要不如 然後談的事情都談不下去 對不對 好 第三個就是比較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我所知 你郭台銘他心中的一股怨 是怨在哪裡 就是說你們當年 當時候7月27號以前 說可以擺平韓國瑜的 到了今天一個一個通通不見 那讓郭台銘他有種被受騙的感覺 當然你郭台銘的參選 事實上在4月16號 我就已經講過 那個南部一屆大佬跟我講得非常清楚了 甚至於連副手都幫他找好 好 現在侯二哥不要 我現在告訴各位 還有一個姓羅的院長 他們高雄的 姓羅 你說做副手 對 他們現在就推第二個 那個人姓羅正在階下之中 好 他們高雄的 這個人曾經做過醫院 醫學大學的校長 講得清楚 非常清楚了 他們就在拱這一些人出來 好 而且還找高雄 他還找高雄的 這些我都知道 難道國民黨不知道嗎 但是國民黨有沒有處理 沒有處理 非但沒有處理 而且做事情況惡化到 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今天不是吳敦義不敢開閘 而是說我不想開閘的原因 至少把你們兩個留了起來 我有空軍 我有陸軍 那我又有資源 這個是國民黨打得如意算盤 當你這樣子打 打得算盤是這樣子的時候 對不起 你黨的提名人 就在受臨辭之苦 對 這個就是說國民黨 何苦去臨辭韓國瑜 而遷就郭台銘 Lina 我們看到現在的這個時候 郭正銘他們配合著民進黨 現在正在操作這個黑韓說 說韓國瑜現在的整個氣勢 已經大不如前了 但是我們選舉的時候 很容易看到一件事情 如果你的民調是 完全超過你的對手許多的時候 你最好的方法就是 完全忽略對手 你根本不用管他 但民進黨現在這時候最厲害的 他就拿到藍衣內部之間的矛盾 我開始操作你的幻語之說 現在這個時候 其實很多的一大半的矛盾 其實出自哪裡 出自於國民黨自己高層內部 我覺得當然就是說 到底這個矛盾點在哪裡 今天市長在講這段話的時候 他不是有出來講就是說 到底國民黨的內部 有沒有出什麼問題 他認為應該不會 但是如果有的話 那就頭腦就 腦袋就進水了 是不是 那市長照道理來講 他在講這段話 我認為他應該要出來 共同跟國民黨 站在同一陣線上 然後一致認為這些事 是不可能的 也不會後面頭腦進水的 這個事情來說明 我們對郭台銘 對王院長是溫情喊話 希望他們可以團結這件事是 一定是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團結一心 這個方向是沒有錯的 但是走到現在為止 我看到郭台銘跟王院長的方向 似乎沒有意思要走在一起 所以這也是讓我們基層 有非常焦慮的一個心態的產生 到底要不要一起 你老是說9月中旬 什麼時間點要宣布要幹嘛的 一次一次的 一再的被凌遲的狀況底下 所有的這些支持者 都躁遇起來了 大家心裡面的那個憂鬱 遭遇感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黨中央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必須要出來 把所有的因素都排解掉 他只要站出來說 我們唯一的提名人 絕對不可能換 韓國瑜就是韓國瑜 沒有其他人選 不可能有任何換瑜的事件發生 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但卻沒有快刀斬亂麻 是 郭的問題跟王的問題 如果他們有任何違反黨紀的問題 那就是只有處分 紀出黨紀處分 這些事其實很容易講的 但是卻沒有 斬釘截鐵的說出口 所以也讓我們在基層上面說 真的是非常的憂慮 所以這讓我 我今天一直提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大家就在講就是說 其實黨中央能夠有幾個人 黨中央到底有幾個人 黨的下面到底真的不團結嗎 也沒有 其實在基層上面是團結的 基層是團結的 基層是團結的 但高層部分是個問號 上面的問題很多 然後大家都認為就是說 是不是我們就不團結 那狀況並非如此 所以如果黨中央的 這個政策的方向沒有拿捏好 我覺得傷害到的是我們這些 基層堅定支持他的這些黨員 所以黨中央必須好好的思考 從以前到現在 那個需要被人民所信賴的國民黨 必須要展現出來 我們是值得大家信賴的 我再講一個就是昨天晚上 我遇到了一些旅遊業者 他們跟我講說 一遠 9月過後 就等於10月開始 一團的大陸團都沒有了 我們又開始要過苦日子了 我們所有的這些員工的薪水 所有東西 我們全部又要開始面對 從現在到1月11號的選舉 萬一又是民進黨拿去了 我們後面的路怎麼走 大家的焦慮感 不是只有在說當選或不當選 已經影響到 所有人的生計問題了 這不嚴重嗎 國民黨要真的有Guts 所有的這些台灣人的生活怎麼過 才是我們應該要重視的